衛生署長楊智良今天下午跟醫療記者進行了參訊 他本來講話就很直 而現在辭職也遞了更是毫無顧忌 今天面對鏡頭可以說是直接把內心話全部說了出來 他還叫記者幫他一下 來拜託吳敦義早點批准他的辭職 請各位媒體幫我一下 拜託吳院長感謝他想早點批 好不好謝謝 瞬間被媒體團團包圍一開口 就是向行政院長吳敦義喊話 這次不是敢出立法院報告 也不是針對最近吵得正夯的瘦肉精事件做說明 楊智良離之前最後一次出席醫療記者年終聯誉會 雖然是輕鬆的參訊 但楊智良一看到鏡頭依然不敢大爆心得 新枯甲市政就是那個所謂的狂牛症 如果照那個標準 那英國的首相是不是應該槍斃了 不管是先前的狂牛症 還是最近的瘦肉精楊智良不客氣的批評 外界要求的標準太嚴格 還要大家對新任署長好一點 那要稱好一下 那太麻煩了 那個太多了好不好 最少成千三萬 包括你在 無論是面對超級細菌的侵襲 還是美國牛瘦肉精的風暴 楊智良都親上火線對外說明 這次面對瘦醇批示遲遲沒有下文 此意已見的楊智良再也忍不住 透過媒體向行政院長吳敦義喊話 要院長趕快批來他的瘦醇走人 中間新聞劉良恆 陳令文台北報導